这个视频短片是2018年秋天 我为家乡的一个即将拆迁的村落拍摄的 因为拆迁马上就要开始 留给拍摄的时间很有限 我撇下北京手头的工作 带上简单的设备 仓促地赶回了故乡 虽然这里的人我并不认识几个 但我们彼此对故乡的情谊却是一样的 即将要离开足足备备生活的村子了 老人们念叨着说不完的留恋 即便只是一个旁观者 也感到满满的忧伤 短暂的几天拍摄 也让我对这个 之前并不是很熟悉的村子 有了几分不舍 相逢既是缘分 一次偶遇 也让这里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随着机器的轰鸣 屋顶的砖瓦跌落 枝头的鸟雀也飞走了 生活在一起几十年的乡邻 各奔东西 这里重新建起高楼大厦的时候 不知道人们还能有多久 把这里的模样想起 又是一年春节 不知道镜头中的人们 此刻在哪里度过除夕 不知道有多少人 会再回到这片土地 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 把往日的平淡生活追忆 家 又何止是一远房 一家人 更是左邻右舍的平淡相伴 更是简单无奇的熟悉点滴 新年快乐 我爱你们 我就这回吧 我今年七十八了 这家屋子住了快六十年了 他依然留在心 它像地土一航 它像地圆也轻 难道说我谢谢你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